小夕月舞狮子舞出了天分 而舞狮队也看到了传承的希望 在街头偶遇的专业舞狮队 后来还联系到了林夕月 邀请她去舞狮队的训练基地参观 舞狮队的负责人说 夕月虽然练习的时间不长 但是舞狮的动作很到位 希望她来参观的时候 能够对夕月进行专业指导 再与舞狮队合作舞一次 舞狮队要邀请她过去 她很开心 说马上就要过去和哥哥一起舞狮 还有去玩她所有里面的东西 然后我跟她说 哥哥他们这几天是很忙 我抽空地再过去 然后夕月就每天都在想 然后裤子都穿她身上了 她说要这样穿着睡觉 哥哥有邀请的话 就马上可以出发 大年初六这天 舞狮队没有演出活动 他们和夕月爸爸约好了见面时间 我们去高兵会 很想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好 耶 耶 当天一大早七点多 夕月就起床了 迫不及待地拿上狮头和舞狮服 与爸爸一起前往舞狮队的训练基地 去看大狮子了 开心吗 开心 我爸的小狮子去找大狮子 在去的路上 夕月的表情既兴奋又期待 到了舞狮队的训练基地后 夕月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先在旁边看了一会儿队员们训练 随后在队员们的热情邀请下 有点紧张地带上狮头加入狮队 虽然生活中的夕月是个有点羞涩的小女孩 但当鼓声响起时 她立刻兴奋了起来 刚才来了 我们就教她那怎样 参事 旌既独立 她表现还非常好 这非常有天赋 西悦在休息间隙 找爸爸要来手机 反复地观看刚才爸爸给她拍的视频 之后又新奇地看着队员们训练 和基地的其他道具 当西悦看到梅花庄的训练道具时 很想去尝试 但有点胃高 武师队队员们知道后 便带着她一起跳上梅花庄体验了一把 上马步 下来 下来 甩一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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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模仿了她哥哥 教给她的一个动作 像那个经济独立一样 她的脚抬起来的这个动作 还把这个动作 教给她妹妹去学习 教她妹妹去当她的学员一样 好甩一弯 我就拿签带是大的 她拿签带是小的 我就一步一步地教她 她学会了吗 她学会了一点 林锡月武师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后 收获了无数人的点赞和关注 锡月爸爸说 如果锡月长大后 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武师 会一直支持她走下去 我也很喜欢武术 她也很喜欢武师 我就希望能够传承那个武师的文化 让更多的人去学习武师 练习武师 我喜欢武师 我以后教更多喜爱武师的小朋友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